续阶上集,陈十三话音一落,周围就传来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,一开始声音很小,没一会多久声音就渐渐的变大,听到这声音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害怕了起来,那些壮汉手里拿着锄头,一副随时要干架的样子,随着声音越来越大,大伙就开始慌了,二伯一个劲喊道莫慌,万事有陈十三代,就在这时成百的老鼠, 从两边扑面而来,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,所有的老鼠把我们围住后,他们安静的一点声响都没有发出,所有人都看傻了,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样的场景,陈十三突然极其惊恐的啊的大叫一声,随后战战兢兢的喊了一声,万鼠败坟,有死无声,快跑,快跑,快跑,陈十三喊完跑,我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逃跑,我爸在我的身后, 冥冥中我回头看了一眼,那诡异的一幕还在继续,这个场景我深深的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,回到家后,我妈咪已经做好了饭菜,我们都就做下了准备吃饭,而陈十三的家是镇上的,天已经黑了,他就不可能再回去了,只好留宿在我家一晚, 这时我发现陈十三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,好像是很害怕刚刚所发生的事情,就在这时一位村民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,说道陈十三大事不好了,陈一将死在自家院子里了,饭都还没吃,我大伯就说要去陈一将家守灵, 我也自告奋勇的说要去,大伯说你跑的去干嘛,这时陈十三却说道他去也好,于是就跟着大伯二伯前往陈一将家,陈十三就跟在后面,陈一将因没有子女,所以他的死就没有人愿意去探究,因此村长决定由大家凑钱给陈一将摆三天的道场后,就下葬到了陈一将家,发现就一个王二狗一个人在守灵, 不过想想也对,没有谁愿意和陈一将扯上太多关系,可王二狗就不一样了,只要有钱,什么都愿意干,看到我们来了他就跑了,随后我大伯就对着陈一将的灵位讲,陈老弟,小江还是个娃娃,你就算还有什么心愿,也不要找他,你找我,做大哥的帮你完成,说完后,我们四个就坐在陈一将的灵前,我看见陈十三紧皱着眉头,一看他肯定有心事, 而且还跟着我们来陈一将家守灵,这有些不符合情理,应该是想说,但是我再可能又不方便,最后还是二伯开口道,老同学,这里也没有外人,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,陈十三看着我,然后问我,小娃娃成绩咋样,我说还行挺好的,小娃娃好好加油,等你大学毕业了,到城外找个地安顿下来,就莫要回来了。